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正在是吉他之乡 我的所有的事业都是围绕着吉他这个事情来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16年的6月份来的正安 2016年的7月1号我买了一个大床 放在了那个工厂的宿舍里面 因为之前都是住别人的地方或者住酒店 但是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床 相当于是按了一个家一样 现在我的家人都在这边 我老婆 我女儿 我妈妈 还有我的岳父 中午你要吃饭吗 那中午不会吃饭 那是你 譬如我很喜欢这样的小地方 我订下来做吉他这个事业呢 是因为我老婆生我们的冬儿 去订那个医院的床位的时候 我们只给了200块钱的定义 我老婆她跟我说 她说老公如果说是破夫产的话 要7000多块钱 但如果说我们是顺产的话 只需要4000块钱 她说我们现在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一定会想办法顺畅 我之前做了很多工作 一直直到我们小孩生完下来 我的钱都是来自于吉他 我说好 那我从今以后 我就出了吉他的事情 我都不做 所以说从那次以后 我的所有的事业 都是围绕着吉他这个事情来做的 其实我们正安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热爱音乐的这些 如果说低调人的讲的话 我们不敢说长龙龙虎 但是至少说 我们是在这个县城里面 我们是全力以赴 为这个音乐事业在做贡献的人 去年就在5月30号那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就说我有一个想法 想跟大家讲 然后我说下个月是很多黄家居 都会纪念黄家居的一个月 那我想呢我们在正安 我们既然大家都是黄家居的粉丝 就是我们办一场黄家居的 这个音乐的这个主题的演唱会 当时而已把这个事情讲完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眼睛里面 全部都放出了那种光彩 所以说也就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到6月30号 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 没有想到现场会来这么多的观众 再大声一点 走 要唯一 那些小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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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理想,谁也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只只梦梦 只有不可思议的目标,它有不可思议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